在7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 国务卿蓬佩奥再次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 对全球的威胁作为主要话题 蓬佩奥重申 中共不值得信任 无论是其掩盖疫情 还是对新疆少数族裔的迫害 亦或在香港问题上都是一样 在迎战中共的具体行动上 蓬佩奥宣布 美国正在酝酿一个大型国际合作计划 保护自由世界的公民隐私和数据安全 另外蓬佩奥呼吁中共尽快释放中国知名法学家许章润 他因连续发文批评中共而在近日被拘捕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中国人记者李兰维修 中国人记者李兰维修